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然后对于同伴之间的关系可能要做一些区别等等 不过就是他比较大的差异是在对中国政策上面 那特别是在之前 在就职之前 主要是在竞选的时候 他是把中国 他不认为中国是最主要的对手 他认为中国是可敬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竞争对手 但他不认为他是敌人 而且他认为美国头号要处理的对象是俄罗斯 可是等到就任之后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应该是说印太这些国家 很多的领袖可能私下有跟美方 特别是拜登团队有做过非常多的沟通 然后呼吁拜登他必须要重视川普政府的印太战略 甚至可能怎么样把它延续下来 所以说拜登他在就任之后 其实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异就是 他在选前完全不提印太两个字 他都只提亚太 但是到了后来就任之后的时候 他开始就是把印太这个字眼大量的使用 而且他的很多作为就是基本上 去延续川普时代的印太战略 另外一点比较特别就是说 拜登他在对台和对中的关系的处理上面 也似乎感觉没有比 没有像那个川普 没有就是说离开川普太远 因为一般来讲 那个在预料就是说 因为以拜登他在选前的这个作为 还有他的言行 感觉到说他对中国可能会比较缓和 然后对台湾的支持 可能不会像川普的那么高 那结果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 除了拜登就职的时候 那一天就是邀请我们肖美琴肖大使 然后去作为这个其他的这个 外国使节团的议员能够进到里面去之外 那包括说他的这个就是国务院 他的有关于美台之间交往的规则 虽然说他把蓬佩奥就是前任国务卿 他是全部取消 他还是把他给引戒回来 但是实际上是大幅的放宽 包括说台湾和美国在官员 包括在彼此的官厅之间的那界面访问等等 这些限制通常把它拿掉了 那那个当然他还是有留下一些 例如说台湾的官员到美国 或美国官员到台湾的某些的 那个比较部分的限制 但是如果据跟之前相比 实际上是取消非常非常的多 那这个东西也引起了中国非常大的一个愤怒 然后我觉得比较重要一点就是说 那个他的国务卿布林肯 在这个上任之后 那先去宣誓说重新定位美中关系 他用三个字来讲 第一个他认为说美中关本身就是竞争的 但是如果可以合作还是可以合作 可是呢 那个需要变成的那个对抗的时候 就对抗到底 所以说有关于那个竞争 合作对抗 这三个特别是变成的竞争和对抗 现在基本上形塑了美中他们之间的主軸 那至于说3月18号 有人讲到说那个美国和中国的 在安克拉斯二加的吵架会 那那有人说是那个中国他占了上风 然后美国在那边不知所措 因为不晓得该怎么办 甚至当然包括共和党的 蓬佩奥在那也是认为说 是不是布林肯在那表现的比较软弱一点 因为他实际上可以被骂两句 他就可以骂回去然后走出去了 就不理你了 那但是美国并没有这样做 反而是一直在解释 可是其实也看到后来就是 在那次的会议之后 美国他是怎么样开始大幅的改变 对中国一些态度 那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包括说 在之后的那个美日的那个峰会的那个声明 那会把这个台湾会放到里面去 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作为 例如说是这个 这当然是日本媒体报道 那坎贝尔就是 这美国国安会 他的印太的这个政策总监 他在峰会之前 基本上就是安克拉斯的吵架会之后 秘密飞到日本 他除了要求说日本一定要把这峰会声明里面 要加入台湾这个部分之外 还据说鼓励日本应该要建立一个 日本版的台湾关系法 这是我们过去从来都没有听到的事情 连川普时代都没有 那所以说这些东西看起来是一个 还相当明显的一些的变化 那更不要提就是美国的航母战斗群 那个罗斯福航母群 如果说跟去年这个时候相比 他简直现在像在南海在那边 四进四出 像那像走卡一样 我从来没看过 真的是从来没看过 然后当然最近在台湾这几天 包括在那个军宅门 最喜欢在那边传的就是说 骗卡在沾水手在看这个 就是美国的那个马斯廷 驱逐舰的那个舰长 还有他的大副 就是副舰长 两个在那边近看 那个辽宁号航母 然后很悠闲自在的在那边 藐视他的那样的一个照片 然后但实际上现在看到是 好像整个辽宁号的航母群 被这个美国的这个 就是这一艘船 博客的那个驱逐舰 那那个在那后面追着跑 所以他就往北逃窜 然后那个博客 博客舰在里面 在后面追 而且时间还进到 他的那个航母战斗群里面 然后变成那个 他航母战斗群里面的 那个好像编队中间的一伙 好像中国甩也甩不掉 反正现在出现非常非常多 很有趣的状况 那这个是过去都没看到的 那总体来讲就是说 其实拜登他在这个 我们先不要讲内政 因为我觉得内政 基本上那个美国内部 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但就外交上面来讲的话 他大部分基本上维持 他的选前的一些的讲法 例如说他重视同盟 重视欧洲 然后重视多边组织等等 可是另外一方面 他对中国的这个 作为和看法 是改变最大的部分 然后印太战略的重新的引入 然后跟着川普之间连续性 那在对台政策上面的高度支持 而且很多是延续川普的那个作为 这个是对台湾来讲 是还蛮乐意看到的一个惊喜 那那个目前看起来就是说 拜登他的上任 上任这一百天之内 的确发生了不少事情 但是对中国的这个强硬的部分 也是让很多 包括中国的新移民在内 他们也都感到非常惊讶 怡中哥讲了火灵活现 过去这一百天 这回首想起来 好像都不是我们三言两语 可以形容这几面戏剧性的转变 因为我们记忆犹新 去年川普跟拜登在选举的时候 拜登提到中国的时候 是非常温和的 曾几何时 谁能够想到 这一百天的时候 大家给他的定位 都是对于中国的态度 那还记得去年的时候 皮尤研究中心 正是美国蛮重要的研究中心 当时的调查就说 每十个美国人当中 有九个人就认为 中国是对手 是竞争者 是敌人 而不是合作伙伴 但是当时拜登 他在每次到选举的时候 他还是认为 好像中国 对中国上次存有一丝幻想 可是没有想到 到了现在为止 我们大家觉得 这个美国参议院的 外交关系委员会 他们二席一票赞成 一票反对 把大规模抗中的法案 推向了参议院 之后由100名参议员表决 这是不是美国抗中的里程碑呢 是不是美台关系 更进一步的提升呢 更何况在前段时间 美国的跨党派议员 提出了台湾国际团结法案 那这个法案 又让我们台湾媒体 当时写了一篇特稿 自由时报的总编辑 他写的是 从边陲到中心 哇台湾奴隶了这么久了 台湾是不是从国际大家都看不到的国际孤儿 现在变成了因为中国威胁我们 中国到处惹恼人 中国在阿拉斯加 这样子对待布林肯 反而让台湾进到了世界的中心呢 宜忠哥你怎么看 这是不是美国对中国关系转变的里程碑 我觉得就是说先这边有几点 第一个就是美国对中国 他的国会的各种的法案 目前看到包括说战略竞争法 然后还有一个 我觉得英文的讲话 英文那个东西比较夸张 叫Endless Frontier Act 叫做无远佛界 那个超级无敌法案 感觉上是这个样子 那当然那个这两个 美国人好可爱 想象是无穷 我是觉得做过去 包括说我在观察美国国会 在90年代 没有法案会用这种 很夸张的字眼跑出来 但现在会用 也表示美国现在国会政治文化 其实还出现蛮大的变化 但回过头来就讲到说 国会现在的那个法案 大概我们其实他在 这两个比较大的 例如说对中国竞争的法案 然后战略竞争法 及这个无远佛界法案 那其实他和台湾之间 还有其他的法案 除了刚才主持人 有提到的这个 台湾主权团结法 那其实还有包括 什么台湾奖学金法 然后呢台湾 防止台湾被侵略的法案等等 其实有好几个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来讲 那个国会他的那个立法 和那个川普时代的 国会立法的趋势 实际上是持续的 因为为什么会讲到 这个持续这个东西的重要性 是因为在过去 我们有些人会认为 说在川普时代 国会用立法 而不是用决议案的方式 来表示对台湾支持 这个是可能只有川普 才会出现的状况 但是如果说在拜登时代 还是持续出现 那么我们应该可以 可以了解到就是说 未来美国国会 和台湾之间的关系 会更多的透过 具实质性的 这个约束性的这个法律 而不是国会本身的 不具约束性的这个 共识意见 这个样子来发展 那这样美台关系 实际上有很多的那个部分 我们原来是想要能够推动的 那在可以透过国会的 实施立法的方式来得到完成 那这是看过去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另外一点就是说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 有关于台湾的 现在变成中心 那其实这个中心是 这个一则一喜 一则以忧 喜的部分是说 我们过去的努力 现在开始被看到 那这个我们过去的呼吁 现在开始被听到 所以说在过去 我是觉得大概 甚至在前二三十年的时候 冷战结束之后 台湾是一个国家 单独面对中国所有的压力 然后这个中国 中国也因为对台湾的压力 所以说他没有再对 其他国家那个输出压力 就我们在那个时候反而 就是我们承受压力 帮别的国家去分担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反而还被 污名化为是这个现状的破坏者 因为那个这些国家就是 他没有去想到说 我们帮他承担压力 他反而想到说 这个两岸的这个问题很显 他中国和我没问题 他还有你有问题 那所以说你就不要给我惹麻烦 免得这个你和中国的 这些争议会波及到我这个地方 所以开始怪罪 台湾是麻烦制造者 但是没有去指责中国 他本人才是破坏现状的人 那可是现在的 这样的一个趋势发展 变成说我们过去坚持主张 那这些国家 他也开始给予回应 而且给予同意 所以这是比较好的部分 但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比较优的部分是怎么样呢 因为现在有很多 对台湾的这个关注 实际上是集中在一个很 他们认为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就是认为 他们认为中国对台湾会发动攻击 而且这个攻击的时间 可能不会太晚 例如说有的这个美国的将领 他会认为在参议院参政的时候 听政会的时候 他认为说可能在六年之内 甚至有的讲到说会更快 可能那个两年之后到六年之内等等 有各种不同的估计 但现在的一个状况主要是说 那特别是阿拉斯加会议里面 那会议之后 以及那个习近平 他在这个中国两会的时候 开始提到种种 中国要平视世界 然后这个东升西降 这些很多的这个语词里面 美国包括一些欧洲的国家 现在发现中国不仅是要改变现状 而且他可能会那个尝试用武力来攻击台湾 来改变这个台海的这个状况 所以说他们在这个军事上面 以及在其他的那同盟动员上面 美国才会变得这么积极 会这么样的急迫 不管是在那个美日同盟上面的这个改变 以及那个美国他主动跟澳大利亚 开始进行那个有关于台海的战略讨论 或者是美国他也让那其他的欧洲的这个盟国 他尽量在延伸 他在从南海到台海之间的战略存在感 所以说现在的这个发展 有关台湾在中心 或者说台湾在整个印太战略里面 是被视为中心 其实有不少部分是跟 他们认为担心台海会发生战争 这样的一个忧虑有关 是没有错啊 美国的前国安顾问 他在胡逢研究所的讨论 这个讨论议题是说 中国多危险 这个题目是这样 麦马斯特他就公开说了 台湾 台湾现在处于极限的危险之中 这么危险了 而且麦考斯克认为 关键时间点不近不远 就是在2022年北京冬奥 还有中共二十大之后 台湾就处于极限危险了 这样看起来这样的危机 已经迫在眉睫了 而且不止他这么说 美国的前副国家安全顾问 博明他也在胡逢研究所的 这个讨论说 台湾你必须为自己的防卫 做更多 对中国可能侵犯 展现出抵抗的意志 所以国际上都认为 台湾这么危险了 博明认为台湾应该 扩大兵役服务的规模 就是要意义更多 才能让对手理解 台湾每个人都有能力作战 也有打仗的意志 稍后我们再继续请教 到底中国对台湾 真的要打仗了吗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来新闻棒 请您三位是杰明 我是宜燕 今天邀请的是我们的 好朋友 是台湾智库执行委员 赖宜中 对宜中委员 我真的很好奇 一件事 因为你的学 你的资历实在是太好了 你曾经在康奈尔大学 做访问学者 请问一下 你那时候做访问学者的时候 跟李登辉去康奈尔 演讲时间有差距吗 哦没有 完全通通 从包括95年的 那个李总统 到康奈尔大学的演讲 然后到96年 台海的这个危机 很多事情 我人就是在现场 那个第一线目击 所以我可以稍微描述一下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说 我们台湾其实抵抗了 中国很大的压力 让全世界能够去发展 那结果 我们还被认为是troublemaker 那我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那个时候的柯林顿 柯林顿那时候 其实蛮对中国是开放的 因为包括让他加入WTO 也给他最惠国的待遇 都是来自于 就是我们说的柯林顿 而柯林顿呢 又是民主党 然后拜登也是民主党 你可以描述一下 当时整个美国的政治氛围 跟现在政治氛围 有什么样的差别吗 我觉得就是说 当时的那个政治氛围 对中国的看法 大概这样的一个看法 一直延续到 将近到2016年 起码在那个政治领导者上面 是川普上来 特别是2017年年底 他发布国家安全战略 重新定位美中关系之后 这整个气氛才出现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转变 那在之前 特别是柯林顿 柯林顿他继承整个 那个后冷战的时代的刚开始 那在那个时候 其实美国在国内 冷战结束 然后呢 马上就打了一场 这个波斯湾战争 就好像那美国的二战结束 又跑去打了一场韩战一样 那种那个基本上 蛮厌战的心情 然后呢 希望那个享受和平红利的 这样的一个期待是很高的 所以说那个时候 整体美国来讲的话 他会觉得说经济发展重要 而且过去为了要战争 过去为了冷战 我们的社会福利上面 很多支出都被挪去 军费的支出 所以说那个时候 在美国的政策讨论里面 是基本上有一个 就是说 我们开始把军费血减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 那个时候 我们没有去照顾到的弱势 我们现在把这些钱 花到他们的地方去 那当然那个时候 又有一些新的发展 因为在70年代 80年代初的时候 原来是电脑 电脑开始出来 那但是到了90年代 那个时候开始进入 我们讲说是那个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资讯高速公路 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就是网际网路的时代 那那个时候 克林顿 特别是他的副总统高尔 那他有提到就是说 怎么样要那个投资 然后让美国转型 变成一个那个 资讯通讯为主的 这样的一个新型的 那个发明型国家 那所以在那个时候 变成这个东西也进去 那结果其实我那时候 当然我是学那个物理的 特别是高能物理 那在高能物理 那时候受到影响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讨论 就是当时的美国 那个为了进行 那个前年的科学实验 他有一个叫做那个超高能超导对撞机 叫Superconducting Super Collider 这个他在德州的这样的超级无敌大计划 他反正就做出那个力量非常强的 这个加速器 让那个两数的这个 那个直子或者是电子来对撞 反正这是非常的前进的 这个基本粒子的这个实验 但是呢也是因为这冷战结束之后 大家都不太想要再去这个 做这些事情很多 他想要把钱花在 例如说在社会或者是在经济发展 或者新的发明 发明型的那国家上面 第一个国防的预算 那当时有时被削减 那第二点就是说 科林顿时代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 连的包括那个前沿的科学实验 这个经费他也被删掉了 因为他们认为说 过去很多科学实验 他有一个那个就是 那个我们讲Spin-over effect 就是说他的那个产生的 那个外溢效果 会帮助很多国防的 那个最前端的研究 对 那因为既然国防预算都要删减 所以这部分的这个科学前沿的实验 特别是高能超导对撞机 在当时当然还有其他的科学 但是他就把他给砍掉了 结果我们在德州就看到剩下一个 他挖了一个超级无敌生 超级无敌大的这样的大洞 然后他什么都没有 所以说这是我那个时候 在美国90年代的时候 作为物理学家 第一个所遭受到亲生之痛 他砍掉很多的那个就业机会 回过头来就讲到说 的确克林顿他们那个政府 你要说是他的那个 对中国的这个天真的看法 或有人讲说 克林顿市长 有人买通白宫买通克林顿 例如说中国那边 因为的确是有人这样写到 那但是不管怎么样 因为他的竞选经费 确实有些是来自于中国 是不是 那个其实有些 我也不晓得该怎么讲 那个因为那个中间的中 其实那些中间人 很多是台湾过去的人 好吧 那应该不是台湾这边 就是就台湾出去的人 然后那但是就是说 也不要说是克林顿 他整个那个的那个氛围 就是啊现在我不要尽量 不要花在军事上面 我们要享受和平红利 经济发展社会发展 我们要照顾弱势 那所以说在那个时候 那个氛围既然是这个样子 那为了这样 就是说为了要能证明 说这个东西可用 他就发明了另外一种想法 就是说我们让中国经济发展 所以中国会有很多中产阶级 那么中产阶级越多 中国他就会越民主 所以说中国就可以有办法 走出天安门的这样的泥沼 那美中关系 对美中而且美国还可以赚钱 我们又赚钱 又让中国民主超级无敌 所以那个时候的那个氛围是这样 所以这个原因 是 是 宜中哥讲到当年那个台海危机 到现在大家印象非常鲜明 所以现在刚刚广告前我们提到了 麦马斯特台到了 台湾这个时候也很危险 而且麦马斯特 他是谁啊宜中哥 还有他说台湾现在跟中国 就是极限危险 就是说台湾不只danger而已 他还加一个英文就是 麦西们就是极限的最大值的危险的时刻 台湾有这么危险吗 你怎么看麦马斯特的谈话 我觉得现在特别从今年到现在来讲 我们有看到就是说美国 包括麦马斯特算是前官员 包括很多现任的军事将领 他非常重要 麦马斯特他在担任那个 川普的第二任的国家安全顾问 大概从2017年的这个二月开始 担任到那个2018年的这个二月 他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然后2018年以后就是 之后他就是我们台湾很熟悉的叫波顿 John Bolton 担任国安顾问 那麦马斯特他任内 那个很重要的一个攻击就是 他把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 把他给产出 所以就是那一份改变整个美国对中关系 对中看法国家安全战略 那形塑了现在整体美国对中国的一些的 那个战略的氛围 那所以这个人 他的知识上 以及他的军事上面 其实他的军事上过去是很有成就 因为他是波湾战争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他还是担任一个上位连长的时候 据说他的一个那个战车连 一连打垮整个那个 所以他跑去波湾 他去 而且是打过实战的 而且当时美国在波湾是全部现场转播的 而且他还是战争英雄 就是说他是一个连 然后打垮对方一个战车旅 那那个那个很恐怖的一个那个战区 那个在美国特别为了这样 拍了一部那纪录片 叫做那个73 East 就说在第73区 就他们的战场分隔 73区的那个战斗 那那个战役到现在还是西点军校 特别是装甲兵学校的那个叫范叫点的那重点 所以这个人 麦马斯特你不要 他不是一般的将军 有实战而且是有战功 然后他那个在政策上面又算是很杰出的人 所以这样的人他讲话 虽然说他担任过那个川普政府的国安顾问 但是民主党政府实际上也是很重视他的一些意见 所以当他在这样说 而且不仅他这么说 包括美国现任的将领都在这么讲 那我们当然要必须注意 因为美国一定是有看到什么东西 那我解释一下 因为在前天最新的外电上面 在第一时刻我们节目就讲了 他是说解放军指挥官真的相信了老共自己的大外宣宣传 所以他们促成了快速升级的冲突 这个危险实际上已经在上升了 所以如你所说 他可能掌握了什么样的讯息 他才会讲出了极限危险 这个新的最新的名词 因为就是说那个在有关于老共要打台湾 其实台湾包括台湾的军方 不少人是认为说 那个中国应该知道自己本身能力的问题 那我记得在大概几年前 那个Ian Easton 那个易斯安 他不是有出一本书叫做那个 中国攻台大解密吗 对对 Chinese Invasion Threat 然后那个中有翻译 然后在那里面他也写到就是说 如果真的那个老共他要打台湾的话 他那个真的是非常困难 而且是非常复杂的工程 那他也引述了中国解放军内部一些研究文献 认为说解放军实际上也了解 这个攻台上面的这个高度的高昂的成本 以及它的复杂性 所以他的结论是说 其实应该还不用那么担心 因为台湾现在那个就算是我们 你说他是指麦玛斯德还是伊斯安 伊斯安 他认为还不用那么担心 可是现在来讲 就是说因为伊斯安他那本书出来的时候 毕竟是在2016年那个时候 他用的是2014年之前的很多的资料 当然有些这个天文地 那个气候案地理的资料不会改变 但是这个军心 其实很多部分是完全是在于你的那个 你的观感 你的perception 换句话说 那个你的看法 你的想法 你会塑造你所认定的这个现实 那在现在这个时候 就是说是不是因为新那个他们自己被 那个他的大外宣搞 洗到后来变成大内宣 他自己也相信了他们 解放军天下无敌 然后和那个美国现在日薄西山 然后台湾是不经一级 的这样的一个 那个大外宣 以及大内宣 所以开始相信说 我打我可能会赢 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这是美国现在 那个感觉到说 有必要去处理的 特别是在这个 三月十八号 有关于在 安克拉茲的大吵架 那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现在到后来很多的作为 特别是这个 John Aclino 就是准备要接印太司令的 那个现在印太舰队司令 他是在三 就是三月二十几号的时候 他讲到说时间会比六年之内 可能会更短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跟 美国在三月十八号的 那个大吵架 后来所得到的一些 新的结论有关系 那么其实还有一些 那个很重要的看法 发展 例如说 例如说马斯廷号 他的那个 这个船舰冲进去 我们在台湾 我们在外面觉得 哦 这个显示美军很厉害啊 那那个老共 他就看那些 那个 那个 外面转头灰 不晓得该怎么办 就我们就觉得说 这个是很明显的事情 你应该知道 但是我觉得美国会这么做 因为这是非常挑衅的动作 然后军方还让他这样做 特别美国的这个行政部门 还允许他这个样做 而且我们要知道 马斯廷号 他从一开始在这个 长江口岸那个地方进行监视 到后来跟着这个 辽宁号的那个军舰 但如果说没有受到这个军方 特别是印太司令部的这个 司令啊 他不会直接冲到里面去 然后要让中国知道说 你的舰队就是 就是不行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我再去讨论 欢迎登来 新闻棒 听三位杰明 我是余燕 今天要邀请 我是咱的贺平 也有台湾智库执行委员 赖宜宗老师 好 那我对不起 我就刚才继续下去了 因为我觉得可能还没有 讲得太精彩了 就说那个因为 就是现在大家在讲到说 马斯廷号 然后展现了中国 真的是他的那个军事的训练 可能就是这么不足 但是就是讲说 你如果说放在一般的状况来讲 美国的行政部门 或者那个就是美国统帅部门 包括美国军方 很少会直接冲到人家的这个舰队里面 然后去我们讲说耀武扬威 因为这非常挑衅 而且很有可能会引发那个战争 如果说没有去弄好的话 但是马斯廷号 他不仅是跟着而且进去 而且进去的时候 他还那个持续留在那个地方 他翘脚 看那个辽宁舰之后 然后跟着他们一路尾随 然后甚至还冲到他的那个舰队的中央 你有没有看到网友说 他是在护航随行保护中国舰队 然后那个 而且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除了马斯廷号之后 后来又发现说 美国还有其他的 例如说那个也有那个 Tiandra Class 那是更大的那个巡洋舰 也在旁边 可能美国另外还有在加派几艘 换句话说 现在这个发展已经变成就是说 这么高这么多数量 然后呢 船现在混在那期间里面 实际上如果就一般的操作来讲 这很容易会出事的 但是美国还是会这样做 这是为什么 其实我是觉得在这边 就是美国想要透过这个行动 要告诉中国 你这个样子搞 你的实力就是在如此而已 而且你很容易会被我击垮 所以他就是要透过这极为挑衅的动作 然后用这种极为危险 可能会出现这个军事杀状 甚至有人讲说擦枪走火的 这样这个可能冒险 要告诉中国 你现在不行 要把他从这个所谓大外宣 变成大内宣的这种幻梦中 要把他打醒 我觉得他是有这个意味 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讯息都在讲到说 习近平好像他已经那个失去耐性 然后甚至说那个不管是 因为他对于自己过度自信 还是说他内部的问题变得很严重 变成说好像他要那个认为要解决台湾 他想要在他任内 而且是不管是连任之后 或者是说在连任之前等等 他想要去处理那个有关于台湾 这上面的一个议题 美国有得到这样的一个 有秀出这样的感觉 那也除了一方面是说 他强化跟那个同盟之间 有关于对台海议题上面讨论 而且跟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沟通之外 他也马上就紧急出手 要让中国知道说 你的军力跟美国差得非常非常的远 而且我现在动员我所有同盟的力量 在这个地方要来全面来碾压你 然后让你不要去改变现状 所以这现在的这个很多的动作 当然特别是我们看到美国军力 然后我们在觉得美国好厉害 中国那个整个就是那个欧骂 但是那个可能后面 他可能代表的就是说 美国是非常担心 所以说要在这个时候采取 外面会认为感觉非常危险的动作 就是要让中国知道说 你就是不行 你连事都不要事 所以宜宗哥你是把我刚刚的两个事情 一个就是前国安顾问说的极限危险 和这个马斯廷号中间的动作 把它放在一起去解读说美国在市井 告诉大家说最危险的时刻 的确就是明年他的冬奥之后 很可能就是他出兵的时候 所以美国才一直放动作 也是在警告中国方面 可是我从中国方面 因为中国有大外宣 每次也会宣到我身边 他就是中国的隐形 无人攻击机也又刻意曝光了 这是不是都是两方在释放讯息呢 那这个时间点就你来看 你刚刚提的六年以内 然后时间缩短 那现在麦考斯克说是北京冬奥 就是结束的时候 就是关键的时间点 那这一些是不是你觉得就是 你觉得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对呢 北京冬奥之前应该还不太可能 因为北京希望他的冬奥能够成功 希望大家尽量去嘛 所以说如果因为打仗就没办法去了 或他自己是交战的那个当事人 那那个大家都就抵制就不过去 当然对他来讲很难看 那另外一点就是 我觉得在那个2022年是那个 习近平他是把寻求第三任 就是中国二十大的时候 我觉得在那之前也可能不会动手 因为如果说在那个时候要动手 变得习近平 除非他有办法在那时候解决 这样子他才能够为他的这个 第三任能够堂皇那个加冕 如果说没有解决 你那个习近平他这20大 他要寻求那持续的连任 那个即便是有办法成功 会出现非常多的弹数 会造成就是说 他不晓得该怎么去处理 会把他自己逼到这个角落里面 所以我觉得 所以一般的判断 包括这不仅是我还有其实不少朋友 那个认为说如果中国真的是要打 要对台湾发动军事的那个攻击 也应该会在2022之后 那那个至于说为什么会在六年之后 例如说2027之前 当然是中国第二十一大 习近平会不会有第四任 但是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 那也是解放军建军一百年 那如果说他们真的要有什么样的 那个战功的话也是会是希望在那一百年之前 会有一些结果 所以说这是为什么从2022到2027 一般来讲认为 如果真的会出现危机的话 可能会在这一段 那当然如果过了2027 那可能就是完全不同的景象 好 所以大家很关心的事情是说 现在这个动作呢 已经让就是欧洲也开始留意了 所以英国的也派了航母战斗群 好 里面其中他的带刀侍 各位据了解最近媒体也常常去宣布他自己的飞弹系统 然后自己那种快速打击 他们叫做欧洲散行战略飞弹 这些事情都开始往这个就是中国的东海 还有南海去逼近 所以宜中委员你怎么来看 就是说现在欧洲已经包括英国要加入到所谓的四方会谈 法国说叫Code Plus One 你怎么看这个欧洲现在态度的改变 我觉得那个欧洲现在来讲 目前比较出现是个别的国家 当然欧盟应该是在这个上个礼拜 他也出了所谓的欧盟的印太战略的文件 但他的印太战略的文件 对于中国的针对性 他比较没有去讲到中国 然后这个也是基本上延续2019年欧盟 他对中国的定调 就是说他认为在某些议题上面是竞争 在经济上面是竞争者 然后在这个国际议题上面 多边议题上面是合作者 那但是他们也是那个政治体制上面的一个对手 是这样 那但是那个如果说是真的会比较有这个 我们讲说有牙齿的 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比较会是从个别的国家出来 例如说那个包括说法国 那也甚至可能包括荷兰 因为法国荷兰在 法国是在2019年 荷兰是在去年2020年11月 先要发表出他们自己的印太战略 那德国当然在2020年9月 就去年9月 他也发表他自己的一个战略 但是德国比较是把这个区域 当成这是德国经济上面的这个机会 那但是法国他把他自己视为是印太本身国家 因为他在这个地方他有领土 而且他宣称他有160万的法国的国民 住在这个区域 所以法国他有必要要去保护这个地方 而且所以这法国就这个地方的一部分 所以他当然要部署军力 要保护他自己本身的国家的利益 那他的出发点就跟德国 好像从比较边边是做生意为主 这样的出发点不一样 那这个东西就让欧盟他的战略文件 就充满了各种妥协的色彩 因为要同时协调法国德国的一些主张 那相对来讲英国 我不晓得该是说庆幸还是不庆幸 因为他脱欧了 脱欧之后呢 他现在就宣称自己是那个全球不列颠 global brilliant 那他自己就说 那个根据Bord Johnson就是首相 他在之前担任外务大臣的时候 他说 现在我们并不是被欧盟抛弃 我们是挣脱欧盟的捆绑 我们现在可以在全世界大展身手 我们可以很自由的进行 我们的那全球不列颠的一个作为 那其实在英国来讲的话 你可以注意到就是2011年 其实那个脱欧是五年前的事情了 那脱欧之后 那难道英国这段期间都只在跟欧盟吵架 要怎么谈脱欧的条件吗 其实也不完全这样 因为英国他在这段期间 他也开始进行他总体的 对外对那个防卫 以及国际发展的整整策略上面 重新的检讨 重新定位英国自己本身 以及重新定位不同区域对他的关系 所以他在那边后来一个结论就是说 第一个印太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中心 那那个欧洲可能不是 那所以说他就顺理成长的 你也可以说藐视欧盟 就说欧洲的角色在我这边会降低 我会大幅提升印太的那个角色 那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那个这也不是企划 因为英国他也有一些相应的作为 包括说他在今年的2月 他就跑去申请CPTPP 然后那个他也申请要变成 那个东协他一个对话的伙伴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 英国他在军事上面 他也开始去强调 他怎么样在这个地方 他要有比较横长的军事存在感 因为他本来在这个区 他就有所谓的那个 我们讲说那个 那个五强同盟 就是说是那个Five Power Arrangement 英国然后有英国 这个马来西亚 那个新加坡 然后这个纽西兰和澳大利亚 那另外英国他在这 他也是一个有关于五眼联盟的议员 那五眼联盟里面 像澳大利亚 还有像这个 那个澳大利亚 纽西兰 那那个也是这个五眼联盟的议员 所以说英国他在这个区 他是有很多的这个asset 他可以来处理 那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有关于那个伊丽莎白女王的 航母战斗群 他会来到亚洲 那实际上这个东西 这个跟那个英国 他已经决定 大概以后会有非常固定的派遣 那会来这边执行任务 那这 这个是一个开始 而且这派遣 他以后来这个地方会怎么样 他会跟陆续跟不少国家进行 那个军事的那个联合的演练 而且最后他会都会到日本去 所以你这样想想看 就说每年 每一年或者是每两年 就会有英国一航母群 从那个 那个从那 英吉利海峡 对英吉利海峡 然后穿过地中海 穿过直布罗陀 然后经过这个苏伊士运河 然后印度洋 然后再到日本那边去 他都会经过哪 第一个他经过南海 然后再来他经过哪里 他绝对会经过台湾周边 所以说我们会看到 在我们的东边 或者搞不好直接进入台湾海峡 因为是国际水域 会非常多的 我们会看到很多国家的船舰 跑来跑去 然后非常热闹 到时候我们在这边 过去都是看到 美国的第七舰队 或者是驱逐舰 进入台海 我们觉得 哇 那个很振奋 就哪一天 不晓得 那个伊丽莎米女王想想 他也过来一下 晃一下 这个我们也不要去 觉得特别意外 我想到说 以后我要在高雄卖槟榔 就是招待这些各国的 超可爱的 应该有一个游艇 我们去看军舰 然后每次我就打卡 没错 应该是非常非常热闹的 一个台海状况 那到台湾人怎么想这些事情呢 我们行后捆解 待你等来 请问棒听三位杰敏 我许宴 今天我们要请来是赖宜中老师 老师刚刚讲的好精彩 但是讲到英国会来了 那我记得你曾经到澳洲开会 那当时澳洲为了海底电缆这件事 不惜国会议员 他说我们不要中国了 我们自己存钱 要抵抗他们进到北方港口 那同样的澳洲是 对于这整个印太战略 他也说不惜加入战争 真的是这样吗 那还有最新的 如果澳洲跟日本继续合作下去 日本说他也要参加五眼联盟 所以为了五眼联盟会变成六个眼睛 六眼联盟了吗 日本他之前他已经讲过他想要进入 那那个基本上五眼联盟 国家对此都是比较采取欢迎的态度 那关键只是在于说 因为五眼联盟里面他有很多密协定 他有这资讯的分享的状况 那日本他可能要做一些国内的 那个体制上面的改革 可能包括说他在这个机密上 机密性上面的那个要求提高 那这会引起日本社会内部的一些辩论 因为特别是军事上面的联盟 那所以说 那个他的日本 基本上别的国家 欢迎日本要进入 那个期待都在那边 但是是日本 他可能要达到某些条件 他才有办法正式进入 那这些条件在国内会引起一些争论 那就看日本国内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那回过头来讲到澳洲 其实澳洲那个在去年的中国对澳洲的 这个进行制裁 因为澳洲讲说要追查武汉肺炎的源头 那中国他就非常气 觉得说那个 我的这个欲盖弥彰要被澳洲揭穿 所以对澳洲开始要制裁 那当然中澳观念现在变得非常不好 可是澳洲实际上他在过去 他就有在思考有关于台海 澳洲要做什么事 那那个我就提醒大家一下 其实在这个2018 2019这两年 在不管是在玉山论坛 或者是在凯达克兰论 就台湾主办 因为很多跟远景过去的主办有关 那我人都在现场 那个时候就是有包括说 澳大利亚的前国防部副部长 那那个他在现场 他就直接讲到说 澳洲不可能对台海的议题置身事外 不可能的事情 那澳洲一定要去respond 而且他也提到就是说 那个人叫Paul Depp 他就提到说 那个中国他现在的那个作为 已经让澳洲想到 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日本他的步步进逼 当时日本比中国还远 一路杀到了达尔 那个吃掉了印尼 然后直接进攻达尔文港 就发现澳洲第四番 自己的国家 那个门口要被入侵 他说中国现在南海的作为 实际上那个 因为他南海如果说 就变成他的这个内湖的话 那么下面一步就很快 就会那个穿过那印尼 马上就攻击到澳洲这边来 所以说对澳洲来讲 这个是近在门前的 这样的威胁 这是在2018 2019年那个时候的气氛 等到2020年之后 中国对澳洲 实施经济制裁 然后甚至有很多的 更强力的这个威胁的行为 那现在澳洲他当然 他的这个看法就更不一样 那最近我们所看到 例如说不管是澳洲的 前国防部部长 那Chris Payne 他实际上那个人 他在2019年 他也来到台湾 他又给过演讲 那或者是说 那个就是说 澳大利亚的内政部的 这个我们讲说 应该是政务次长 他的秘书长 那那个提到说 澳大利亚要这个派战士 去打那个为自由之战 要去对抗的共和人 邪恶中国等等 那有点像加码在跟进 但是整个澳大利亚 现在他们对中国的态度 非常非常的强硬 然后那个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 现在的那个 我们讲到美 之前我们讲到 美日的峰会 美日二加二的会议 里面那个讲到台湾 那我们觉得很兴奋 但是那个 美国在亚洲 真正会跟他一起并肩作战 而且无意不语 同声共识的血盟友 那个就是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他一直对外是很自豪宣称说 跟美国来讲 他们之间的那盟友的关系 是那种生死与共 像兄弟的情谊 那那个 美国从第一次 第二次到每次的战争 甚至包括 刚才的反恐战争等等 澳大利亚是无意不语 美国一叫 澳大利亚马上跟过去 然后而且是会 为了这样一个战争 不惜会去拼 流自己的血 所以说 在这个情形之下 当他们预期 美国会介入台海 而且这台海对澳洲 对中国的那个入侵 对澳洲来讲 又是澳洲国家 利益维系之所在 那么他会认为说 自己我必须要去 回应这个东西 而且我开始要去做 那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背景 是大家去了解 未来很有可能 如果真的是 除了美国之外 在台海有事 说真的会进来 而且直接进行作战的 可能不是日本 是澳大利亚 这一点可能 我们自己要了解一下 那那个当然 能否能够完成这些 可能还有很多 例如说是 在那个资料链接 指管通勤上面 之间的链接 但那个东西 只要有政治意志 后面这件事情 实际上要完成 并不是那么困难 但是我们要了解 就是说 现在的确整个情形 是非常不一样 那麦马斯 他提到说 台湾是台湾 台海现在记录 极端的 那个危险的情形 那如果我们再看到 就是说 包括美国 为什么要去动员日本 为什么要动员澳大利亚 以及其他国家 现在连那个德国的 这个梅克尔 都认为说 台湾现在的 那危险性 变得非常的高 会有这些的语言 那应该就是 他们也都认为说 现在中国不晓得 真的可能想要 做什么事情 然后那个台湾 这个地方 必须要有所这个回应 所以我们对 这些的那个警告 我们不要去掉以轻心 认为说 这只是人家 想要去争取国防预算 那实际上 那个像 麦马斯特或者是 博明 他们都退休的官员 他也不是国防部的人 他要争取什么样的预算 所以说 他们在讲的时候 他们就是真的是认为说 现在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就不要对 这掉以轻心 所以回来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不掉以轻心 我们所有最精锐的武器 都要到2024年以后 才会陆续到位 所以我们还有2022 2023的空窗期 那现在你据了解 民进党政府 对于所谓的这些 像博明说 台湾要扩大兵役规模 然后美国说 台湾必须要增加 更多的武力 日本也非常担心 台海的风险 那台湾要做什么事情呢 那个当然 现在有很多的那个 部分要去处理 那有些其实军事细节 例如说 美国认为说 台湾一定要赶快改革 我们的后背的这个能量 那所以说 现在看到的汉光演习 开始会有越来越多 有关于后背军 也参与到那战斗 这样一个状况 那还有一个部分是说 其实那个 他们讲到征兵 当然征兵在现在 那个政治上面来讲 几乎是一个 那个很难去处理的一个议题 因为他基本上 他很不受欢迎 但是我觉得 当那个国民党进一步讲说 因为台湾人 那个年轻人好义务了 不喜欢当兵 所以说你当然没有办法征兵 可是我觉得 这句话很伤 这句话是非常不应该的 因为怎么讲 其实我是觉得 那个年轻人 他对军队里面充满了失望 不是因为说 他不想当兵 因为他好义务了 而是说 他觉得军队是浪费时间 而且是刚过去 像我们现在老一辈 我们当过兵的 我们也知道 那个时候当兵的 实际上情形是怎么样 那个时候 例如说高庄检 对不对 然后那个 我们会把那个 好的那个东西 就是检察官也知道 我们自己也知道 怎么样 他在每一个连队那边 所检查到装备 都是同样一个装备 用这种东西来蒙骗 上下蒙骗 对不对 那那个 当我也不要讲说 就是说 那个时候的情形 或者现在情形 到底是怎么样 关键就是说 当如果说军队的体制 军队的机制里面 他没有做出一些 比较大的变化的时候 而且是比较 让人觉得他当兵的时候 他可以学到东西的时候 那你当然会降低很多人 那个想要去当兵的意愿嘛 那我是觉得在这里面 包括说我们军校体制 包括我们军队里面的体制 当然我们有很多 很优秀的军官 那个有些人 他甚至会觉得说 很不服气 觉得这样的指控 其实不合理 但是我讲 我讲是说 即便是军队里面 现在状况 其实已经有很大的改善 但是当那个外界的 这个人的那个感受 是这样的时候 你要去处理这个问题 那所以说在这里面来讲 这不是说政党 他可以 那个某的 有的时候就可以做 有的时候政党是 能够做是先去协助改革 以及改善军队的这个体制 然后让这个体制本身 他主要跟国际之间的接轨之外 还能够让我们自己的 人更愿意去当兵 这不是荣誉感 而是他觉得在那里面 他会学到东西 不是浪费时间 然后真的是出来的时候 他也可以跟外面去 很自豪讲说 我在那里面是 接接实训练出来了 所以说我是一个 很惊骇的一个军人 对不对 我觉得其实这个荣誉感 而且爱国心 很多人都有 那关键是说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让这个东西 能够实现 越来越重要了 是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台湾智库执行委员 赖一中老师 来到节目 和我们讨论 从拜登一百天 他的成果 到整个国际情势 台湾人 我们正在历史的中心点 一起来关切吧 今天谢谢您的收听 礼拜一见 拜拜 再见